补补补 现在的人天天都在补 但补对了吗 24节气当中最重要的节气是冬至 冬至是一年当中最长的夜 而冬至为什么是进补的好时机呢 又有哪些人是不能补的呢 各种体质该如何补呢 中医师谢仲伦他强调 补其不足才是养生之道 因为冬至是黑夜最长的一天 然后阳气最弱 所以是最适合调养身体的日子 以前的观念就是吃汤圆 吃水饺 吃馄饨 但是以中医的观念 我们是会建议你吃当归生姜羊肉汤 还是说红枣 和首乌 五骨鸡 但是这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 因为还要看得你的体质 如果你是比较燥热体质 就不建议吃刚才讲的当归生姜羊肉汤 你可以吃红枣枸枸加和首乌去炖五骨鸡 是比较温和的一些补品 或者是狗尾巢还是牛奶补去炖鸡汤 都是比较适合燥热型体质 但是以现在的人的体质来看 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太适合吃姜母鸭 羊肉卤 还有麻油鸡 我们中医讲的是一个平衡 还有一个调整 如果你身体偏燥热 我们就可以帮你量补 那如果你是偏寒性体质的 我们就可以帮你温补 所以就不是说身体的一些营养状况足够就不用补 我们是帮你调 不要一直执着在补 那如果你真的要讲补 就是补你不足的地方 而不是吃了会上火的那种补 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 有过敏反应的乡亲也可以把握12月份到1月份冬天来进行三九贴 夏天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是三幅贴两个阶段来改善过敏反应 在这两个时期也会贴一些药材在你的背部 甚至腰部来调养你的身体 让你的一些过敏体质在这个时期得以一些调整 那这个同时你也可以从药物上来根据它的体质再配合适合它的药 来帮它调理肠胃 还有肾脏 还有皮脏 温补 凉补 热补 而中药所搭配的肉类也很讲究 选择适合自己体质所需要的调理方式养生更加分 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补 以免越补越伤身 一旦新闻记者蓝夏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